第三次賣出剩下四分之三多一個 最後剩下十個 然後假設 我們先設那個全 它總共賣出 那個全部有X個 然後它說 它先賣出 全部的二分之一加一 那就是二分之一 X4 那就是它賣出二分之一加一 然後呢 它就剩下二分之一加一 然後它說它第二次賣出 剩下的三分之二 那就是 賣出的是三分之二 然後 然後 國號X 二分之一加一點一 然後就會等於三分之一 X加三分之一 然後它就剩下三分之一 六分之一 X加三分之四 然後它 它最後說它賣出剩下的四分之三 它就是 四分之三 三分之三 這個 GX 這個 GX 這個就是 然後再等於八分之一 這樣 然後它最後會剩下二十四分之一 你們為什麼沒有考慮把它變成反向的整數來處理事情呢 好 去去 你們連自己解都解不開 好 結束 回家自己重錄